各位觀眾大家好 真實中國 今天要和大家 說一下什麼叫今天底特律 明日舊金山植谷 現在美國 可以見到 示威年年 有很多機場 罷工 酒店業 罷工 企業 車企 罷工 這些罷工真是 好得人害怕 還有 其他公共事業 又在罷工 究竟發生什麼事 原來9月2號就是 所謂的勞工節 勞工節 有很多基層的工人 就覺得 現在我好像回不下去 我就要罷工 今天節目就和大家 聊聊這一點 節目開始的時候 請大家訂閱大卓Sir的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李先生你好 你好大卓Sir 美國好像不太行 究竟發生什麼事 請問一下 按照美國幾十年的習慣 通常那個經濟開始低迷了 甚至開始衰退 甚至開始 有問題了 接二連三 很多人出來罷工 他罷工的目的就是 因為美國那個經濟一衰退 甚至不要說衰退 一走下坡的時候 有很多公司會開始 裁員 和減薪 所以工人為了保護自己的飯碗 所以工人為了保護自己的飯碗 就會出來抗議了 美國就沒有東西強大 最強大就是工會 他有一號二號三號工會 會組織工人罷工 你知道 那些大公司 甚至美國的跨國企業 為了保障自己的公司的生存 那些公司的業績量例 他們就會毫無預警 甚至毫無底線金去裁員 那通常呢 他們就會做兩個份業績 保證上市公司的股價不會跌 化工的頻率越高 就證明那個經濟的壞 就證明那個經濟的壞 的程度越大了 大會上 我們看到了 這次的公司的公司 那時候勞動節假期罷工 那美國的酒店業 就有 一萬人就參與這個行動 那也都見到 他的車企三大車廠的工人罷工 就要求加薪四成 現在的生活真的差得那麼緊要嗎 其實不是說生活差得那麼緊要 因為美國的通脹實在太厲害了 他的物價 是比域正前 起碼有些地方回到兩番 最少回到一番 就是以美國的工資增長的速度 和他們現在的物價水平 和房屋那個價格的水平 是源亂追不上的 所以美國人 經常要求一份有體面的工作 一眾有體面的生活 就是現在他的收入 是絕對做不到這件事 還有呢 他們現在所謂爭取改善生活 目的就是罷工 那我想 就是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現在美國來說呢 慢慢慢慢 以前說工會的勢力很強大 但是現在 其實資本家的力量都很厲害的 你好像很多大公司解僱的員工 他是收工一剎那才通知你的 然後 譬如說你做一些 做辦公室 甚至他可能在歸谷裏面做 電腦工程師 是收工一剎那才通知你 然後 就把你的電腦馬上鎖了 那你所有東西都不能夠撿走 就直接離開了 就是明天你不用上班了 就是那麼無情 你這樣搞法的時候 其實 很多人民都覺得很痛苦的 老實實說 你那麼多罷工 或者是 你炒人炒得那麼無情 雖然我們也知道美國炒人那方面的 那個無情雞 是 真是很無人性的 總之 我就給足錢你 補足錢你 你就跟我馬上走 撿東西都不給撿 但是呢 似乎是很多公司都逼於無奈 不可以不這樣做 因為實在人手過剩 不是每間公司都會 給足賠償給你 是有些很著名的上市公司 為了公司的聲譽 先是有肥雞餐 甚至每一年 會給多少賠償給你 絕大部分的公司是炒 叫你去拿失業金 是沒有補償的 但是要澄清這些東西 是炒啊 喂 我還以為他們是有補償的 原來沒有補償的 真是很大 因為美國 他一句 Lay off 就是 你沒有任何犯錯 你就 去離職 不是炒你是離職 立即離職 英文叫Lay off 立即離職 Lay off 即是你收工事 通知你 現在你開始Lay off你的公司 即是不再需要你了 即是要你離職 接著給你一張刺利 你就可以去申請失業金 公司 沒得補償 不是每一間有肥雞餐的 不是每間有肥雞餐的 大學先生 哦 原來是這樣啊 那我聽李先生說 現在 你 好像美國的那個 薪酬 開始下降 現在很多公司的做法 包括現在香港的做法 都是 就是 譬如說 你公司的員工 那些物價跪了 那麼他要求加薪 公司沒有問題 以前三個人做過工 那他就減一個 就是減一個 就把那個人的薪金 分了 給現在的兩個 就是明明上加了工 但是工作量又加了 你說加多了 還是減少了 見仁見智了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 那些做工的人是越來越辛苦了 還有要搞清楚這件事 但是中國大陸呢 逢是 什麼五一場假 國慶啊 春節呢 你開工就有三倍薪金 但是美國沒有的啊 嘩 這不是 最好的勞工普長來的嗎 如果是假期上班 做工是分兩種類型的 一個叫薪酬 就是月薪制的 有些就按時薪計 時薪計那些呢 就可能會好一點 就是我做一個小時 你給我一個小時的錢 那你節假日的 你要求我回來做的 那可能你給平時是 20元個小時的 我給你22甚至給你24 好像Christmas 就是聖誕節那樣 但是月薪制那些呢 是沒有得補的 加班都沒有得補的 大陸上 那月薪制那些呢 你必須每一個月 花滿多少 還有你收了工 你繼續做的 是沒有錢補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跟老闆說 天天都要加班 那證明你工作效率低 你分分鐘就沒有工作了 所以我剛才跟你說 是三圍工變成兩圍工 那你必須要加班做 你放了工作也要付出 說單就是這樣 尤其是執訪員那些呢 他們就是工作太辛苦了 他說要每30分鐘就執完一間房 其實這根本不可能的 一旦就有十幾間房就要他執的 這個搞法其實是令到 很多人覺得非常之不公平 而且他們要強行開OT 去收拾房 所以他們要求加薪 有一個合理的工作時數 這個情況呢 其實現在美國 都好像是經常發生的 因為老闆就要節省 不希望那些員工好像躲懶 或者是生意都不是那麼好 你還要我請那麼多人 我完全不行 但是 現在不是勞動力過剩嗎 我經常聽到就是 很多勞動力 你便宜的請人其實都可以的 竟然不是這樣 這次美國真是很麻煩 當然不是 其實美國呢 你也知道 隨時美國現在有幾百萬 非法移民的 美國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其實這麼多年來美國的出入境 是有入境是沒有出境的 什麼意思呢 你入境的時候查得很嚴格 但是出境你買了飛機票就這樣走 就是移民局不計你的 所以美國現在到底有多少非法人 非法移民在美國呢 聯邦政府是不知道的 到底進了多少人就知道 就是正常進入的 譬如說你現在旅行團進去美國 進去的時候就算了那個數字 那些人進了美國之後 到底有沒有走呢 他是不知道的 嘩 喂 那麼鬆就不行的 那你怎樣統計現在美國有多少人在這裏 我們要怎樣做事 喂 完全傻了 好像 你不太清楚 所以美國呢 其實聽說那個失業率呢 其實你聽聽就好了 是不最準的 因為美國英文說有full tight and part-time job 它說的失業率現在只是計算full tight job part-time job它是不計算的 等於說臨時工那些 半工那些是不計算入失業率的 臨時工和半工是沒有福利的 按照美國的法律 你做不做每四十個小時是不需要提供vacation 和醫療保險 任何福利都不需要提供的 所以現在美國有什麼問題呢 大量的中小企業 例如開一間餐館 開一間小型的餐館 開一間飲品店 開一些雪糕店 那些僱員全部都是職業員 大半工都不是半工 就是你四十個小時你就有了 但它是教導你三十八個小時 即是不讓你做足就不讓你做足 做足我就要請你做正職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按足四十個小時 給那麼多福利給你 基本上是沒有一間的小型企業可以負擔得到 奧巴馬就創造一種醫療制度出來的白卡制度 專門給低收入的人 因為它沒有醫療保險 到你有事的時候 聯邦政府免費給你 這個就創造了一個極之不公平的現象 這幫人全部去做半工 大半工 然後拿了一個薪水都不錯的 但問題是它沒有福利嘛 但問題是它有事的時候 聯邦政府要負擔它的醫療開支 因為它沒有醫療 甚至可能做那些小生意 在那些小店裏面做的可能它要求僱主 是給大半cash少半的 唐人街餐館一小部分是出支票 所以它永遠就是低收入者 這個現象就是這樣 你現在將美國那邊就好像分開三六九等人 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你拿了白卡的 你自己本身就是低收入人士 所以政府會多些幫你忙 但是你不能翻身的 李先生 但問題是我跟你說 我所說的白卡制度 其實除了一些人的問題之外 其實聯邦政府現在社會福利開支 為什麼醫療開支這麼大 就是因為這個事情 很大的漏洞在那裡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沒有公立醫院 全部私家醫院 全部私家醫生 它收費很貴的 但是問題是 現在私家醫生是不接受白卡 為什麼呢 因為白卡就是它跟你看病之後 可能美國政府一年兩年都不給它錢 窮到它 所以它就不提 就是你沒有以為白卡 一定有醫生看 很多醫生是不接受的 甚至接受也好 要先 譬如你看了兩千塊美金醫生 你先放下兩千塊 它收到聯邦政府的錢 它才退回來 所以說出來 其實我不是說攻擊美國社會 就是我跟你說 其實任何社會都有醜陋那一面 任何的制度任何的社會 它都是有不完善那方面 就是不要一面倒就唱好美國 講壞中國 也都不需要唱 特地刻意唱好中國 就講壞美國 就是我們是說 不要說笑的一面一面 是說 他們不足那方面 就是大家比較一下 其實我經常都說 做中國人其實是挺幸福的 看到內地很多網友都在說 中國生活很差 但是我覺得 其實中國生活 就真的很好 就是我們現在回到內地 有關工作上 雖然現在很多人減薪 例如金融業 就減薪也很厲害 聽過有些最誇張的 減到剩下四分之一 但是都有幾萬元人工 那這個是不是真的 令到他們生活不到 又不是的 如果你在內地 我們計算一條數 可能四千元左右的生活 其實生活得到的 因為無論是學費 又或者是醫療 甚至是住屋方面 其實你都可以 有比較妥善的安排 吃飯又不是很貴 你十多元左右 你可以有一餐 其實基本上 生活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內地當然現在 有很多人說 失業率很厲害 也有看到一些 影片說 內地很多流浪漢 這是絕對流的 內地是不容許流浪漢出現的 如果你有流浪漢 很簡單 就是政府協助你 一些單位就會說 喂 有沒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可能有些地方給你住 或者看看有什麼協助 這方面其實真的差很遠 這方面不用說 我會講講很多次 是不是 李先生 是啊 你說說流浪漢 你知道嗎 現在中山收容流浪漢 在哪個地方 在哪兒 不知道 是中山最美的公園 金鐘湖公園 裡面有一個收容中心 這個對著公園非常美 是最好的環境的地方 提供線食給你 如果你要回鄉 買了車票 買了機票 給你回去 那些 如果你不走 在那裡 就給你吃 給你住 沒問題 所以 其實我們看到那個地方 都很羨慕 哈哈哈哈 因為 你照顧起來 真的很棒 我想是普通地方 誰知道給你一個最美的地方 給你這樣居住 有飯給你吃 哇 真是 真是想不到 你來過中山 很多人聽過金鐘湖公園 金鐘湖公園裡面 是有一個地方 很顯眼的 以前 就是收容 所謂 就是以前幾十年前 收容 偷渡去香港的人員 你還記得 不是幾十年前 很多人偷渡去香港 到回來就在這裡收容 現在不是 現在做得很美 而且是專門收容 那些流浪人員 那些 老宿者 那些 老宿者 那樣去找一部車 就把你送到這裡 他不是約到你 就是最美的地方 供奉你 哇 哈哈 真是完全 有點想不到 那種感覺 老實講一句 其實 我覺得國家現在做的事情 真的很幫助人民手 還有生活 就過得很好 當然 現在遇到困境 但是我自己 看了這麼多 不同地區的一些 新聞 德國 法國 英國 加拿大 美國 甚至是東南亞國家 商界上來 在內地生活 真是優勝過很多 但是現在當然會遇到困難 因為現在全球經濟是問題 老美又不減息 現在說九月份減息 那他減不減息 這一刻 大家覺得美國會減息 但是有些朋友 覺得未必會減息 其實整個全球經濟 是出現很大的問題 尤其是美國自己本身 他的問題也很大 所以我覺得 是要第一等的 是不是 李先生 其實呢 說回美國是否減息 我個人認為是基於兩個原因 如果他不減息 就是兩個原因 一是選舉的問題 一是特朗普公開警告 聯邦儲備局 說他減息就幫對方選舉 第二 因為他沒有成功收割對象 所以他沒有辦法交到警察 這次這麼大場 龍鳳家都這麼多顏色 一無所獲 很難搞得行 所以基於兩個原因 就是現在找不到第三個原因 因為現在美國的經濟 就是惡化的速度 其實你肉眼看到的 就是他們也知道 就是其實很多數據的滯口 所以現在你說 什麼失業數據 是半工不計的 還有那些臨時工不計的 還有他講經濟增長 還有那些很多的數據 其實很多是 就是我們不要說他造假 是 但是恐懼方面是不完善的 就是他過了一段時間 就是他出來 到一段時間 然後修正他 其實就是 承認自己造假 好像最近說的 飛龍數據 其實明明是造假 對不對 你怎麼會有幾十萬 那麼不頓確的數呢 大叔叔 就是我們之前做節目 都提過 81.8萬這個數字 真的令到我們覺得很奇怪 你怎麼算都沒有可能 計到這樣的數字 對不對 所以他那個 是將飛龍就業增加了 其實沒有那麼多的 製造過榮景 令到大家覺得 咦 老美的經濟都很好 你看看 多少人就業 就業關 簡直是爆升了 但是每一次調整 我們都覺得很嚴重 還有我們看到 有關GDP 或者CPI 其實通脹都很厲害 是完全全 大家感受不到 他的生活很好 李先生 真的 很大劑 對啊 剛剛我看到 有人在美國寫了一篇說 就是倒定美國 沒有辦法倒一倒 百分之二通脹的水平 第二個 年尾就會 失業率去百分之五 這次難了 通脹降不到百分之二的目標水平 失業率一升高 那你到底減息還是加息 那當然是減息 減息 減息 又是不行的 通脹就來了 加息 經濟繼續惡化 美國的抉擇方面 就是兩難 大約純粹一難 難 不是說有時候你適合銀智就可以了 有時候因因一下 那個社會 和整個 你是控制不了的 不是說理想就怎麼樣 有時候很多時候 經濟的東西就是這麼神奇的了 你想到多好都好 有時候就是不到你控制的 沒錯 因為這是市場的規律 如果你不斷加關稅 你哪裡可能便宜 還有 你要看回整個美國內部 你有什麼東西 是不靠外面去運進來 除了你自己的糧食之外 但是你的糧食都會加價 還有 你人工不斷飆升 你的通脹一路一路起 其實 你現在整個美國人的生活 其實真的很慘 我們看到是要打很多工作才行 這一點 我想大家都很難想像的 現在美國人終於知道 支持特朗普的人 也有說一件事 就是 美國 拜登的生活 是不是令我們很好呢 其實在拜登執政這幾年 其實在拜登執政這幾年 美國人的痛苦的感覺是很強的 他們紛紛就說 不是啊 你看看特朗普在執政的時候 我們所有美國人的生活都不錯 你起碼通脹沒有那麼高 現在我們的體感就是通脹很高 其實美國的股市 今天這麼高 其實是特朗普的功勞 為什麼呢 他把利得稅 他從38%減到29% 即是無端端 公司每一年多了16%的用盈利 你所謂的多厲害 所以老實講 就是老實講一句 就是講到最真一句 其實你說如果搞經濟 特朗普和拜登 誰呢 當然是特朗普 他是商人 他知道怎樣 真真正正做到事 拜登 是一個地緣政治 和一個冷戰高手 即是他只是 只顧著 用心去搞垮中國 從來沒有想過 怎麼搞好美國 這點說得很對 老實講 他真的沒有去想著 怎麼搞好自己的國家 他只是想著怎麼搞中國 老美現在 好像 就是 要搞一件事 就是 搞他那個 有關的股市 股市千萬不要塌 如果股市一塌 就會有很大問題 是不是 就是全部都塌了 對不對 李先生 股市塌不塌 不到他話事 為什麼呢 始終我也覺得 資本主義最珍貴的東西 就是有波浪成 你為什麼會有波浪性呢 資本主義 逢是公司好 因為你去到高峰期之後回落 回落 為什麼要回落呢 因為它是給它一個修正過程 比如你公司業績不行 那麼你業務要調整 要裁員 讓公司恢復生氣 然後又上回去 為了下一步更加高增長 你要調整 那麼現在你美國政府所做的事情 就是本來的 現在的經濟周期是政府要減開支 而你為了製造假性的榮景 是大量增加政府開支 比如說你減了公司所得稅 是將那個債務 即是將那個公司的 即是私人公司債務 移了給聯邦政府 就是現在美國 我都跟你說 是在走日本那條路 就是日本為什麼 30年是將那個居民 和公司 當年負債天文數字 那它有什麼辦法 令它優養生息呢 就是將它個人的數量稅 和公司的數量稅減低它 令利息壓低它 令它優養生息 但是那個後果就令到日本政府收不到稅了 就大量借貸令到它的債務台高速 現在一樣 就是現在日本政府 那個債務佔它的GDP是250%以上 所以美國看到日本250%它都沒有東西 所以它就照做了 現在都是在走這件事情 所以為什麼特朗普會提出 如果它上台 它會繼續將那個22%的利得瑞 減到12%甚至減到15% 因為要增加股市要不倒 那一定要證明公司會盈利 那盈利的市盈率 現在美國的平均市盈率都很高 那現在令到市盈率保持是這樣 那就是你經濟差了 公司的盈利低了 那唯一一個方法就是減利得稅 減利得稅 那聯邦政府進一步的赤字 就會惡化了 但是其實很簡單 我和你倆都做得經濟學家了 我覺得李先生是很厲害的 李先生說了很多東西 其實令到我們 有一點提胡冠定的感覺 因為看得很通透 我都不斷在學習 這個概念真的 令到我非常佩服 李先生令到我非常佩服 其實現在日本的情況的確是如此 美國正在學日本 如果你看到 經濟不行 就像是節目開始說的 今天底特律 真是明日直谷 這件事是絕對會發生的 而且你看到美國整體的經濟 真的完全不行 尤其是 有些高新企業 你玩什麼 你都沒得玩 你不像日本這樣 無限地借債 但如果無限地借債 你美元還值得這麼高的價值呢 這一點我是有一點懷疑的 李先生怎麼看 請問一下你 你剛才說一句 今天的底特律 明日直谷 就是舊金山是直谷 為什麼會提出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們不是說 就它不行了 就美國的高科技不行了 你要明白 因為過去四年 是不是過去十月 過去八年 要是由特朗普開始計算了 美國政府實行的政策 去封倒中國 去令中國在高科技方面止報 三、四十年之前 美國的底特律 汽車成名 非常繁榮 是美國的經濟的象徵 現在你再去看看底特律 四萬元美金一家屋都有了 現在這裡的底特律 已經是光芒不在了 我覺得 十年、二十年 當中國的高科技 特別半導體 現在華為突破了出來 中國一路路就起了 你想想 你美國直谷 賴生存的 譬如說 你的系統 華為做出來了 鴻蒙系統 手機業務 現在華為又做出來了 不需要你的芯片 那你能夠賴生存的高增值 那部分 現在被中國做到 就是不要說打低你 分你一半 那你的高薪職位 還有沒有這麼多 還有現在你 金山灣的 即是舊金山灣的 樓價和消費水平 現在你保持不到 你的人的生活水平要逐步低了 即是你樓價會下跌 然後你整個社會的雲景不再 美國的雲景應該就差不多了 因為你說真的 高新企業的道 現在華為就在不斷努力中 但是美國呢 似乎有一個問題 就是不夠努力 是不是啊李先生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剛才你講的問題 其實他們不是不夠努力 因為他們從來 腦裡沒有想過 第一 你會追得上來 第二 你會超越它 第三 會做得好 為什麼 因為他們冷慣了 他們沒有一個奮鬥心理 所以現在不單止說高科技 如果中國全產力量 特別是中高端製造 全面爆發 你以中國現在 所謂的黑燈工廠的生產能力 你整個西方加起來 都不夠中國競爭 可能沒有中國的五成 那我問一下你 你勵生存的高富家值的行業 全部沒有了 甚至可能沒有了一半 那我不知道你西方 如果你不犯貧 你憑什麼 還要有今天所謂的好生活 對吧 戴教授 對 沒錯 老實說 你如果看回現在整個美國的情況 你是真的要有一個 體制上的改變 我始終覺得 如果你不進行一個體制上的改變 其實很難有所突破 老實說 你現在美國繼續再 用回現在的意識形態去治國 其實對美國是沒有好處的 我們當然想美國好 因為 我們都不想美國壞 如果美國壞 其實牽動得全世界 就很嚴重了 所有地方都會塌 所以我們如果看到美國這樣 今天我覺得挺震驚的 我覺得複巢之下沒有言論 李先生 是啊 其實你說中國政府 包括習近平主席 都經常和美國 大家合作共贏 大家 你有你做我的部分 我有我做我的部分 最近沙利文來中國訪問 他說 其實中國不需要搞什麼高科技 他說中國要的東西 我美國可以隨時提供給你 就是你現在能夠令到你的高科技系統 可以運作的所有設備 所有技術 我美國有齊我可以提供給你 但是他沒有說一件事情 過去幾年你怎麼做 你怎麼打壓華為 中國怎麼相信你呢 就是那些叫廢話 你打我不贏 又來你一套 有時候我哄我落淡 中國不會 像那時候蘇聯這麼傻子 聽你說的嘛 老美信不過的嘛 你不斷在那裡找笨 我怎麼相信你呢 我再想你當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蠢 所以這次我覺得 中國不單止不相信他 還有美國要自己反省一下 究竟他為什麼呢 想維持他霸權 他是維持不了 這個才是最嚴重的問題 好了 我們看看香港 我們最近也看到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好像新世界 虧了200億 這件事其實挺嚴重的 是吧 李先生 其實呢 我看其實不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他所謂的 100億呢 他講出來是拼眼球 其實他的資產重股 就是公穩值重股 就是令到 譬如說你這棟商業 本來值100億 現在因為樓價跌了 現在值80億 甚至值70億 那麼那個30億 因為為什麼會有一個情況呢 二十多年前呢 香港曾經發生過一件事 就是香港有一家上市公司 就拿著關島有一大塊地 那麼呢 他幾人 就是二十多三年來呢 他都沒有進行過資產重股 但是他在公司的帳面上 永遠都是值1億 其實那塊地值幾十億 所以呢 當他實行私有化的時候呢 他就想騙那些股民 就是說現在公司的資產這麼多了 因為當時 香港那個證監會 和聯交所 就沒有要求那個資產重股 就是每季的資產重股 所以他就想拼募 人家很多股民的心理很明白的 親自買機票去到關島 實地看那塊地 還有找到當地的資產品公司 出了一份報告證明他騙人 所以自從那件事之後呢 香港證監會和聯交所 就規定現在的上市公司 就是你有季報的 就是每季報告出來的 那你必須要一個資產重股 如果半年的話就半年一次 如果三個月三個月一次 如果一年的話 一定做一個資產重股 就是所以這次新世界 其實那個資產重股的價值低了 就撇賬就當是虧了 但是當香港那個樓價升了呢 那他又可以重股回去 又入賬又賺了 其實不需要那麼害怕 這是正常的調整來的 老實說句 我都覺得是 不要覺得這件事是太大問題 但是現在香港那邊 李先生都跟我說 好像看狀況都好像幾弊 要改變現在的思維 其實沒什麼的 好像現在中國那樣 你說地產低迷 現在說金融行業低 其實你說回金融行業低迷 最近有人跟中央說 好像中國中央公司那樣 總經理你憑什麼 拿兩千萬年薪 部門經理拿六百萬年薪 那麽國家都跟你說 中國中央公司是中央企業 你是背靠中國 是由中國政府的信譽 支撐著你去做的 哪怕你什麼都不做 一你的資本不缺 第二你的生意不缺 你憑什麼 拿兩千萬個年薪 還有一個最不好的示範 你做金融行業 就全部都是很高身 就是高身高身都離譜 今天誰還會有人去做普通的行業 比如誰做教師 甚至很多政府部門 其他很多部門都很辛苦的 為什麽你金融拿這麼多錢 那其他部門是不是要付這麼多錢 其他部門沒有 第二個 因為你金融行業太高身 會助長到一個炒風 所以國家現在開始限薪令 現在隨時要重新確立金融系統的價值觀 還有那個工作人員的措手 現在為什麼中國股市 現在它國家不吹谷它 一下子令到它上升 因為它有很多底層的東西還沒搞定 譬如商業行業的價值觀 還有行業的操作性 還有很多爛的公司還沒清除 所以它一旦不搞定 它都不會讓它快速去升 始終如果中國要改善 現在的經濟的感覺 一定股市要升 如果股市不升 是沒有辦法改變人的預期 和人的幸福感的 但是說回香港 其實你香港有沒有問題呢? 有問題 但是是不是這麼大的問題呢? 其實不是這麼大的問題 因為香港現在要趁這個樓價 有升有跌 是否跌得很厲害 要教育一下香港人 不是說這個世界 資本主義我都說了 有升有跌 不是說香港人 就是一直的預期就是 只要樓價只有升沒有跌 永遠就是升沒有跌 跌你上來都很厲害的 那麼很多人 不會說我買一間房子 以後就不需要休了 還有兩間 我就財務自由了 一定要改變 因為香港人 現在開始真的要自力更生 和要奮鬥了 不是說坐在這買一間房子 就彈大把錢了 香港整個架構都要轉變一下 如果你不轉變 那就是很大的問題 但是首先 我覺得 特區政府的薪金真的太高了 高得太厲害了 很不合理 你管治一個小地方 你竟然要這麼高的薪金 動績就是 十幾二十萬 二十幾萬 甚至三十幾萬 的人工 這一點我真的覺得 是有點特別的 所以的時候 我不知道 現在這一班公務員 是不是還是一個天之嬌子 你人工這麼高 現在市場就完全鐵節 老實說 是不是 李先生 最近那個陳藝安 你無緣無故去了大學做副校長 六百萬年生 你憑什麼 這一點是 你憑什麼 你是一個學者 你做大學校長OK 你比普通人高薪 中國政府的理念 會靠政府信用 用政府的開支 來養活你的人 一定不能夠超高薪 現在中國政府的理念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不是說你有本事 當然你是有本事 但是我給人工給你 是比普通人好 甚至是給現在國家領導人高 但是你不能夠脫折到二千萬一年 因為不是你的本事 是國家的信義 使你公司能夠運作 不是說你自己找到這麼多投資回來 使你公司找到幾千億 你根本沒有這樣的貢獻 所以你說香港的公務員這麼高薪 其實現在香港政府最大的負擔就是這樣 加上現在香港的效率又慢了 最糟糕就是單一產業化 你除了金融還有什麼 所以以前經常說 醫療產業、教育產業有什麼產業 現在沒有一條產業都是可以的 沒錯 現在所有的產業好像都 斷一下斷一下氣 因為說真的 李先生跟我說過 香港人懂得用腳投票 你看看現在香港的情況 真的覺得有點擔憂 我都不是搶水香港 大家知道我是很愛我自己的出身地 說真的一句 亦都希望香港很好 但是香港是必須要改一改的 如果你不改 你就很難了 譬如我們看到 有很多有錢人 都始終擺放是一個有錢人的款 這個全世界都一樣 不可以責怪 但是我個人感覺 就是 香港人包括 由我們的高層 到現在的基層 都要調整一下心態 如果不調整心態 你始終覺得自己是天之嬌治 這一點就問題很大 是吧 李先生 是啊 現在好像現在香港人 現在回頭了 以前就說 移民去外國 以前中高層那部分人 以前我也認識很多 那些高薪的 和家裡有錢的那些 以前 看他的Facebook 他打出來的那些 全部 等於去歐洲去美國 去澳洲去旅行 移民一定去 不是澳洲 就是加拿大 就是英國或者美國 是不是 現在不是的了 現在有錢人 他難了 現在決責呢 他不敢移民去西方 因為西方現在給他 就是他們的人 想到現在西方 活在著 那很多呢 他又暫時 又沒想到移民回大陸 那他不斷地回大陸去旅行 你看到的 現在看他的動態 等會有四川 等會有成都 等會有北京 等會有上海 等會有西方 現在是去那邊的 那些有錢人 不是等會有意大利 等會有法國 等會有兩回事 這個是 李先生今天提到的一點 我覺得 好像跟大家說的 就是香港呢 如果你面對著股會雙殺 就可以來打回原形 就沒得翻身的了 那香港由於有個問題 就是沒有退休金 重新再施下中央退休金的制度 因為香港一直都在走一個高槓崗 現在這個環境 就不像當年曾俊華那樣的情況 香港的基石呢 其實是建在沙上面的 是不是 李先生 這一點我覺得很精進 是的 說開吧 最近我也有時候看曾俊華發表的言論 就是其實我看完他發表的那些偉論 我就不覺得他很厲害 也都不覺得他引以為傲 他跟香港做了什麼 那當然他說他做財政司長的時候 令到香港增加了很多儲備 那你的儲備怎麼來呢 當然是你靠高地價的政策 就是我現在大陸都是批評這些地方政府 你其實經常靠賣塊地 就大把錢花了 你做過什麼產業呢 曾俊華做財政司長的時候 你令香港有什麼成功的產業 就是令到成功了 令到香港長運長有 增加就業增加政府開支 令到現在香港現在面對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是不需要這麼擔心的 我數不出 大衛sir 老實說 真的 真的 這個就是 我們覺得那時候是順風順水的 現在正在打逆境波 李先生差很遠 對嗎 對嗎 我講 你除了會賣地 谷高的地 跟著說 現在被曾俊華做 現在的環境 好了 香港政府救市了 又不建公屋又不去居屋 減低供應量 政府唱好了 跟著又跟西方跪低 就是做那些 如果做那些 我和你也認識 那幾百萬年生 用什麼意思 大衛sir 我都可以 大衛sir 老實說 以前好日子就已經完結了 因為香港再不是 再融通國際 和內地的關鍵的一個位 大家知道樓豆的理論 我經常很喜歡說 樓豆的理論 以前的東西就一直湧過來香港 接著香港湧入內地 現在香港有沒有這個作用 其實就沒有這個作用了 現在香港真正可以做的 就是很簡單 做好自己現在的本份 找到一個新的方向 不要在這裏 將一些東西 搞得很混亂 尤其是 有關那個 我們說的 郊爾州的填海 那裏 一千公頃的位置 其實都是要快手的 李先生和大家說過 要找內地去搞定 很快 其實最重要 香港似乎 什麼中心什麼中心 都逐漸 退色 沒有了 你一定要接受這個現實 老實說 真的要接受這個現實 香港再不是一個 很高大上的地方 我自己覺得 就沒有所謂的高大上 現在今時今日 最好 down to the earth 腳踏實地 貼地些 做回自己 現在要做的事情 好地把自己以前的本錢 做出來 當然不只是金融那麼簡單 其他各方面都是 如果不是香港 真的很麻煩 現在看到很多人 都是用腳投票的 這個就是個問題 李先生 你最近有沒有看到國家的規劃 上海建成一個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 但是香港的定位呢 就是中國的 是人民幣的國際離岸中心 所以就已經定了格了 就是以後香港呢 就是當然 就是以後國際結算 很多東西 就是特別人民幣出海 就是一驚香港 但是你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人民幣出海 你看看 半年都是二百多萬億的 人民幣跨境交易 就是如果進一步發展 每一年過千萬億 其實香港是得益很大 還有做很多家裡的計算 就是香港的強項 在會計方面 還有在服務業方面都是強項 但是香港人的心態要改變 不能夠這麼一個產業單一 香港可以發展一些高增值的工業 可以做設計 還有做很多行業 比如我像新加坡 它都有煉油業 有半導體 有生物製藥 有很多研究室 很多東西 在香港可以放效的 在香港絕對可以放效 也都不用這麼悲觀 只不過現在一個轉型期 當然是每個人很辛苦 特別現在執政者 可能有一點點迷惘 都不知道怎麼做 就是它的知識水平 還有他們從來沒有面對過這樣的困境 我也經常說 共產黨是什麼 共產黨是鬥爭中成長的 是由建黨那天開始 面對被人圍剿 面對被人不斷打擊成長 每個人都在百年成降 不是他們口中那麼不齒 我完全同意 老實說 我們不怒男女 走了這麼長的一段路 中國共產黨是真的 老實說 有什麼風風雨雨未見過 現在所做的事情 當然西方覺得 你這樣玩法 我還需要玩的 金融業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之前已經提過 就說 上海要變成國際金融中心 有些朋友跟我說 沒有可能的 香港都是國際金融中心 我心想 在三中全會裡面提出這一點 即是我們現在的執行 我們要把金融中心 放在上海之外 深圳也是一樣 當然上海是最重要的 香港作為一個 國際人民幣利案中心 這一點是 希望香港人去想清楚 你自己的角色是什麼 如果你還是以金融中心自居的話 我想香港人可能 有些想多了的感覺 當然 我不否認 你如果要出去外面 其實 香港真的是金融中心 這當然是最好的 但你看看 現在西方打壓香港 你的外資 是不是只是 不流入內地 即是不流入內地 不是的 還有香港也是 我都要限制香港的外資 對於老美來說 這一點其實是問題很嚴重的 香港人一定要想清楚 我究竟現在要做什麼 還有這個改革 是要快手的 不可以等的 你再等下去 就很大劑了 對不對 李先生 其實香港要做什麼呢 現在美國減息了 現在中國 中國的民營企業 很多出口企業 大概有超過兩萬億美金的錢 還沒有結匯的 還沒有回來中國 香港其實要爭取這兩萬億的資金 不過呢 為什麼呢 就算他那兩萬億的資金回來香港 其實他都沒有用 因為那兩萬億的資金 他的機會是要把它轉成人民幣 即是接下來人民幣升值 是美金和港幣都會貶值的 所以香港要變成國際的人民幣離岸中心 你不就爭取這兩萬億的美金來香港 轉成人民幣 然後變成人民幣在香港 在落地投入股市 你香港銀行系統要配合他了 開戰人民幣業務了 如果不是你這麼龐大的人民幣來到香港 沒有儲投資 因為不用不到嘛 那別人肯定不會來 那就肯定人民幣要回到大陸 所以一個思維要轉變了 你要思維要轉變才能做得到 如果不是你這樣做法 真的完全就會令到香港失去了方向 尤其是主事 以前就靠內地和西方或者英美 簡單來說 這一點就要轉的 我經常強調要轉的 但不是一些官員跑出去外面 就說我要招商引資 希望跟其他非洲的國家合作 做這些是沒有用的 確確實實到 在當地投資 還有那時候 你整個外匯基金 是不是放在那裡不用呢 是不是一個多元化的投資 甚至是投資回香港的股市 李生提過我的 其實這一點才是最好的 你令到整個市場換落起來 因為中央還有事情很特別 我已經給了機會給你 我趕就趕了 你做不到就沒辦法 你只是自己放棄了 你只是自己 一爆在那裡說 我不是不想相信你 但是 我隨著時間的推移 我都要走的 我不會等你的 大哥 你說我要等你 讓你慢慢做 我等不及了 每五年一個規劃 你搞成這樣 你整個管制系統是出現問題的 尤其是行政會議成員 應該要改變行政會議成員的組成 是不是 李先生 是啊 我經常都說 香港的行政會議應該要解散它 為什麼呢 因為那是國安政府的問題 還有 董建華那時候都好些 跟著曾蔭權 開始 一路將他成員的規模擴大 擴大 現在李家超 哇 你看開會 你講真的請吃飯 每餐都要吃幾萬人 實際上 變成說 你需要一個 需要不需要這麼多人 你對比現在 中國各級政府 共產黨的常委會 通常都是幾個而已 六七個人而已 做決策那些 第二個行政會議成員那裡 不要給那麼多商人 還有那些既得利益自己進去 就是你其實 好像現在你說說 香港政府的官員 去推廣的投資 其實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你降到口水乾了 但是那些商人的觀念不改變 那些商人不配合你 特別香港的人 經常就是英美英美 做英美的生意 問題是他們不配合你 你降到口水乾了 是沒有用的 所以你的決策 比如說 中國就有一條 很不成文的規矩了 就是商人不能夠乾淨 就是這樣 就是我提出一個政策 你就去執行 但是如果你覺得不合理 你可以提意見 不過你一定不是 在決策層裡面 這個是最關鍵的 為什麼呢 如果讓你進入了決策層裡面 一定商人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 那你就會損害全社會最佳的利益 其實在2022年的時候 已經有討論過 是不是有必要保留這個行政會議呢 因為作為一個行政會議 當初也說 行政會議從來都不是決策機構 而是諮詢機構 但是我覺得 始終你這個行政會議 好像是駕床疊屋 是不是 李先生 所以就一定要變 是啊 說不通 你說行政會議是諮詢機構 不是決策機構 那為什麼每次公務 現在又要經過你 香港很多什麼填海 什麼很多大的決策 一定要經行政會議通過 才能夠實行呢 你說話就有矛盾了 是不是 如果你是純粹諮詢機構 你就是諮詢機構 其實你香港政府要走回大陸那套 譬如說你特首加起來 下面一堆的司局級官員 甚至上臂 一個決策機構在那裡 為什麼一個好處呢 你到時決策了 你那一班公員是沒有得賴 就是你們決策的 但是問題現在你的行政會議成員 你各方面的人都在裡面 特別有很多商人 各方面的你都在 變成你出錯 你就可以卸責特首和你的主要官員 問責是誰 行政會議集體決策 是不是 就是不要等一隻我自己一個人 你看看行政會議 要怎麼決定 不關我的事 這個做法 我覺得是要重新再討論過的 香港要改變 其實靠什麼呢 就是千萬不要學西方 對不對 再學西方就完蛋了 李先生 是啊 現在中國都是這樣說 譬如說你搞中國特色的金融 那你重新從人才 在學校那裡培養開始 那個價值觀 還有觀念 還有操作手法 各樣的重新來過 那你如果照搬西方那一套 就只能夠像他那樣做 就是已經有所謂的 那我們自己搞一套 就是中國為什麼 今時今日這麼成功呢 因為它自己走出一條路 那最近呢 在歐盟務長的搏雷你 那他都公開呼籲西方所有政府 要承認中國的制度成功 那他已經退下來 那一剎那他講了 就是呼籲西方人 要承認中國的制度成功 那是不是成功了呢 我逐樣逐樣來做 而且在各方面同時開展 我是不同人 我沒有可能只是專注經濟 也沒有可能只是專注金融 或者是科技 創新各方面 不是的 我們全部一起做 大家看看社保不斷轉變 醫保也是 教育系統也是 房屋也是 有很多支持的企業 譬如我們新三樣 新七生產 那些全部同時開展 香港有沒有這樣的做法呢 我就覺得香港真的比較弱 應該就真是 深入地了解三中全會的說法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對嗎 好 是啊 你說香港為什麼要轉變呢 好像說 最為人扣病的香港政府工程 為什麼所有政府工程 全部是超資的 那你不是要學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怎麼做呢 你所有投票政府工程的人 譬如說 你海有限公司就是 但問題 法人代表持有人 一定要壓入私人的擔墓 就是一定要清理身家 但是工程真的要出問題 都要清理身家 有一個責任在這裡 還有 要學習這部採購的制度 譬如說 你投了標進去 答應多少錢做 沒得追加遇旋 就是除了天災人禍 令你有說服力的 完成不了的理由之外 如果你投了進去 你必須要完成 如果你完成不了 再找人幫你做的話 要學醫保養人 超出的部分 要你自己給差價 不是怕事不做 跟著別人做就可以 一定要有一個追責 一定要落實到實處 那些人才會改變 那種現在 騙香港政府的做法 就是投票還投票 那一回事 不斷追加預算 那你香港政府 好像 真是肥雞餐 人進去 大家都切蛋糕的 這絕對是 有些肥雞餐 其實是令到我們覺得很詫異 香港現在今時不同 暗日 你經過疫情之後 其實整個世界都變了 真的變了 跟以前完全不同 只要習慣回一個新的時代的出現 還有 中美的角色已經在轉移 現在是轉移的過程 但是這個轉移當然不會那麼暢順 這個世界大佬 當然 不是美國做了 我們也不是跟美國一起共管 全世界 只不過 我們是站在一個跟美國完全不同的位置 我們是走黃道 美國是走霸道 美國用陰招 我們是光明磊落 香港你要怎樣做呢 你要跟中國走 我覺得整個環境 你要掌握到 你內部的人 包括行政會議 包括你的智庫 包括你的特首政策組 各方面都要做一個很深度的調整 就好像三中全會 跟特區政府都說得很清楚 特區政府放膽去改革 你現在是需要改革 沒有說出來 你現在是沒有改革 所以我才要提醒你要改革 放膽去做 全面改革 這個才是最重點 如果你連這點也看不明白 我真的覺得 香港還是一個福地 李先生想請假 福不福地 我不知道 剛才你說的那些東西 你肯改的 肯面對現實的 將組織架構改革 人員工作方式改革 以及政府工程的招標改革 我們最簡單的說話 接下來 中山用五百億去填一千公頃土地 看你香港 明日大雨 如果你用十倍 用二十倍的價錢 才能做到明日大雨 那塊地出來 那你就輸了 大衛sir 其實我說真的 不好意思說一句 已經輸了 輸了 我也跟大家說 八大中心 六大中心 三大中心 特區政府 跟當年的港英政府 是有進步 但是這個進步的速度 真的太慢 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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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會看到 感覺不到有未來的希望 是不是 李先生 我都說 香港人首先 第一個觀念 要改變高地價政策 以及改變買樓即發達的觀念 其他的不用說 其他的不用說 因為每個人都要在腦裡 要把他的投機意識 一定要艱苦奮鬥 就是重新開始才行 如果不是的話 你經常在抱怨 人人人在進步 你天天在退步 等於股布之鋒 組織架構不改變 香港政府的基礎架構不改變 人員不改變 那就沒得搞了 另外 由政府工程開始 又要改變了 就是不可以 任意超之 項目還項目 一個項目 特別是政府工程 你要省錢 要快 你可以說服香港人 香港人 我相信他不會這麼蒙色 不會反對你 為了盲目 保障當地人 或本地人 少數人 就業 令到政府 超支不斷的大白象工程 你如果用最少的錢 做最快 最高的效率 做事 香港人 絕對每個人都會支持 我完全支持 我覺得千萬不要浪費這些錢 老實說 一個可以用 五百億人民幣 可以搞定的工程 你為什麼要用到八千多億 你到底為什麼 我真的不明白 而且這個是無底洞 你完全不符合經濟原則 我們今天時間到這裡為止 因為 跟李先生 本來談了很多事情 只可以截取了 大概一半左右 或者六成左右 的資料 和大家聊聊天 我們下一集 再和大家 聊聊 其他現在中國 和世界的情況 感謝李先生 今天節目時間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訂閱大會上頻道 留言點贊 分享 看廣告 拜拜 拜拜